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聊聊人生中那些让你感到无力 无解 迷惘 茫然的大灾问 我究竟是谁 我的使命是什么 我活在这世界上的意义又是什么 这些我们穷极一生不断在探索的答案 究竟跟我们想象中的一样吗 邀请你用轻松的姿态与开放的心态 细脚 蔓延 在上一集的节目中呢 我们很过瘾的大聊特聊去探讨说 是不是每一个人生来都会有使命 都有purpose 以及purpose究竟会不会改变 拥有了 找到了 或者是已经看见自己使命的人 究竟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 那么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我就想要延续听众可能会有的疑问 继续聊聊 所以有了purpose之后 我的生活究竟是长什么样子啊 那在这边呢我想要先反其道而行的来问问Natasha 能不能够请你先描述一下 看见了自己的purpose之后 生活不是什么样子呢 嗯嗯 这让我想到 其实就是最近 我有一个客户 然后我们也很自然的就聊到了purpose这件事情 然后他说他现在他的感觉 他的purpose 就是爱这个字 对他来说 然后我就问他 OK 那对你来说 living on purpose 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那感觉就是24小时都是在爱里 然后我就问他 那在工作的场合 活出你的purpose 活出爱 对你来说是什么意思 什么样子呢 他就马上会说 似乎好像不是一个 我要选一个非逆组织 还是救人的工作 好像不是这个样子 他就对他来说 就是这个工作的场合 有没有让他感受到这个环境 是对人是关心的 以及他们做的事情的终极目标 是不是有爱的成分 那对爱来说 好像这样子的指挨选择 就已经体现出他的purpose了 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个回答 其实真的蛮好的 也很精准的 就抓到我对于purpose这件事情的理解 我们一直在聊的purpose 他并不是一件事 或是一个要干嘛的东西 而是一个方向 一个元素 一个你可以每分每秒都实现 都表现出来的一个方向 跟元素那种感觉 只来选择这个 其实我自己也面临过很多次 然后我有看到很多人 面临这个问题很多次 以前在思考的时候 或分析的时候 就是开始想 OK 我的履历表里面 还缺一个big name 或者是 我好像缺一个consulting 或者banking的经历 那种比较solid的那种经历 或者我应该要去 什么事务所 先混个两年 之类的 我觉得其实也全部都非常合理 就是看到 我觉得我的履历表里面 好像可能缺了什么东西 那好 所以我现在 我面临的选项 有这三个 比较他们的薪水怎么样 跟同侪比起来 工作听起来怎么样 以及他可不可以给我 我觉得我 履历表里面缺乏的东西 我觉得这些选择的元素 也都没有错 只是他没有涵盖到了 全貌 就是刚刚聊到的 purpose 对我那个客人来说 爱的那个元素 它其实是一些很核心 但是容易被忽略的元素 那如果说有办法 用一些很简单的词 抓到 对我来说purpose就是爱 那它就可以变成一个 我在做选择 选择的时候的核心主轴 让我在衡量那些 一切外在因素的同时 记得加进这一个核心元素 那整个在做选择的时候 的考虑就变全面跟清楚了 要是没有这个核心元素 依照着薪水啊 我的resume 缺什么 缺什么能力去做选择的话 通常会走到一个地方 就是诶 我怎么会在这里啊 我在干嘛呀 会很容易走到那一个 我到底在做什么 瞎忙什么的地方 那并不是说那些元素是错的 都重要 但是我觉得如果有 一个清楚的purpose 在做选择的时候 会相对的变容易许多 并且那种清晰跟踏实的感觉 会明显很多 你知道你刚才在分享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 使命这个词 会不会容易让人们 认为是一种 职制吗 哪个职 哪个制 职业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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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制业 至少过去的 我是这么想的 就是一个 对职制要怎么讲 就是这个 这个字的感觉 life work 那种感觉 对 life work 然后我也想要问你 所以不是吗 我最直接的答案是不是 life work 就是purpose的表现之一 我觉得我可以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我刚刚举的例子是比较偏向 career 职业的 我可以举一个 不是跟career有关的 也是我自己最近遇到 我前阵子的流感 我被我儿子传染 儿子传染给我 然后我再传染给妹妹 妹妹再传染给爸爸 就是全家呈现一个 大家都病烟烟 然后完全无法上学 上班的一个状态 大概一个多礼拜 然后如果是以前的我 我可能会很浮躁 我觉得我的天哪 一个多礼拜 我全部都要请假 我一事无成 我什么事都做不了 本来排好的meeting 本来排好的工作项目 一个都没有办法做 但是我这一个多礼拜的经历 也有这样子的moment 我承认 还是有这样的moment 但是大部分的时间 不是这样子的感觉的 因为我知道 那个quality time的陪伴 love那个成分 这个元素对我来说 也就是我的purpose之一 所以当我在 好像什么工作都做不了的时候 就只是陪伴他们的时候 我也觉得我是living on my purpose 我不会觉得是在浪费我的时间 那个也是我的 自我实现的形态跟方式之一 我其实很喜欢你刚才说到的那个 你知道没有再浪费时间 然后我觉得这句话 说出了蛮多人的心声 就是为什么这么积极一营 为什么要学这么多东西 为什么不能够停下来 为什么没有办法忍受自己生病了 一事无成 然后好好休息的时候 也不允许甚至是厌恶这样的自己 的那个根源 可能就是觉得浪费时间 我还可以去做好多好多其他的事情 然后回过头来 如果说有了这么一个purpose 其实我觉得 对现在的我可能会 我觉得使命也一样是一个不错的词啦 但我或许会有点点 开始觉得它是一种活法吗 你找到了你的活着的方法 是我现在最最简单想到 可能最粗暴的一种讲法 可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在找的就是这个 就很想要知道 最贴合我本质本性的那个活法是什么 用这样的活法在过我现在的生活 然后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子 其实就真的不是在浪费时间 嗯 我觉得活法 对耶 我觉得你描述的很好 它是一个你怎么活的那种过程的概念 而不是一个要被找到的东西那样子的概念 所以我觉得活法 你刚才讲的时候我感觉是 嗯 对 因为其实我 我觉得我过去就是会一直把purpose 跟life work 想在一起 所以你今天就是真的帮了我 解答了这一块 我就会觉得 我觉得搞不好很多人就是在这里也 会有一点点纠缠不清 就会想说使命 感觉就是我要使了命的 使了命的做什么嘛 就是那个是什么 就我一直会可能对那个词会太过纠结 但我就会觉得我难以真正的去认识这是什么意思 有的时候可能也是翻译文的问题 可是就对我来说 看purpose过去感觉就是在看life work 我就是想要找到我的life work 然后我以为那就是purpose的感觉 嗯 对 我觉得这也的确是一个容易踏进的陷阱 我自己曾经也在这个陷阱里面绕很久 就是有一种我要提着灯笼去找我的purpose 我的life work的这个陷阱 嗯 但当我是以一个提着灯笼去找的这个状态 那其实底下的假设就是 哦 我要是没有找到它 我就不ok 不完整 以这样的状态去提着灯笼找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一个永远绕不出来的地方 对 因为你就是已经在用一个不是这样的活法 去活着你的每一天 对 好有意思哦 所以 好 那我们就说 嗯 也许Natasha或者是后来听众都很幸运 我们都探索出适合自己活着的方法了 我相信可能就像你说的 就是上个礼拜生病 还是会有一些moment让你觉得 可能有点心服气躁 就我觉得生命就是很多时候 都不在我们的掌控之内嘛 有的时候别人的一句话无心的 或者就是突如其来的一件事情 现在还会那么容易的trigger你吗 还是有被trigger的时候 但跟以前比较起来 这个频率小很多 但它还是以一个至少一周一次 或者三四天一次 就是它还是还蛮常发生的 一个很大的不同是 以前自己被trigger会不知道自己被trigger 可能被trigger之后就开始气啊 然后就开始想一想干嘛去解决 就是会落入那以前的末世里面嘛 那现在被trigger的时候就会马上 哦 察觉到 哎 我被启动了 就马上的本能反应就是去好奇 那到底我被启动的东西是什么 那个假设已经直接变成 以前可能是 哦 别人可能说了什么惹到我 但现在那一个回路已经直接变成 啊 是我的内在的什么东西被启动到了 那我很好奇是我的什么东西 那个回路马上就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 然后一些蛮容易 现在还是蛮容易启动到我的事情啊 可能是不被原生家庭 或是以前的好朋友理解的时候吧 我的原生家庭是蛮物质主义的 但其实也可以理解 他们经历过我外婆 我外公那一辈经历过战争 我爸妈那一辈经历过贫穷 然后可以走到他们现在在的地方 其实是 本身就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 那对他们来说 生存啊 金钱啊 物质啊 这些东西一直都是最重要 所以没有办法理解在物质之外的这一切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疑问 为什么需要探索这一些 他们没有办法理解 那其实这一些我刚刚说的这一层的理解 都是我自己梳理 陪伴自己很多年之后才走到的一个地方 但我还是有时候很容易 然后会被他们的不理解 无法理解 听不懂我在想什么 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为什么要想这些啊 给戳痛到 家人或是以前小说的好友会就很过度简化的结论 认为我现在的状态看起来蛮好的 可能就是因为我命好 我说啊 因为我去柬埔寨住过职工 看过穷人是怎么生活的 或者是所以我变了 或者是因为当了妈妈吃过苦了 吃过苦了 所以他就变了 就是很容易的简化 那当然不能说他们错啊 这些都对 的确 他这些生命经历都改变我非常多 但不完整嘛 不完整 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但我以前还是会被戳到 生气是第一个反应 气 但其实我自己也知道气底下就是痛 那痛什么呢 就是啊 这些重要的人不理解我 我有那一个被完全理解的需求 会觉得说他们没有看到你做了多少努力吗 嗯 那是什么呢 我觉得对我来说好像比较是他们并没有完整的看见真实的我 只看到了我的一部分 嗯 而且好像也没有意愿再看到更正实完整的我了 嗯 那我觉得那样子是 是会会令我伤心的 因为他们是重要的人 但是好像没有那个意愿跟能力看到完整真实的我的时候 我有点失落吧 但其实马上也就理解说他们 他们真的尽力了 但可以走到这份理解 我觉得要先发生的事情 是哦 我看见我自己有那个被完整理解的需求 他没有被满足 那哦 我的生气可能是我期待他们满足我 这个被完整理解的需求 但这个期待本身就是 就是不合理的 嗯 真的可以满足这个需求的人 就只有我自己而已 这个力量必须来自内在 所以这隐含的意思就是我放下 对于哪一个特定的人必须要完整理解我的需求 那我要怎么帮我自己呢 其实一开始的确很难 我需要一些媒介 我也的确有有透过一些媒介 比如说是讲起来就有点羞羞脸 那没关系 我就分享嘛 就比如说我我其实有个data base哦 嗯 就是当有任何的人跟我表达了一些话 让我觉得哦 我真的被看见了 我被理解了 的时候我会把它print screen下来 我一直都有搜集这一个的习惯 然后把它放在我手机的一个album里面 当我知道我的那个需求没有被满足的时候 并且我在当下我没有足够的能力 把自己带回来 没有足够的能力不透过任何的媒介 就给我自己那一个被完整理解的感觉的时候 我会透过这一些帮自己再回到那一个感受 就是我本来就是被完整理解的 回到那个感受 要回到那个感受之后 才有办法真的回头去看我的家人朋友们 在那个地方我才有办法回头去看并且理解 他们都尽力了 他们真的都尽力了 他们也其实在努力要理解我了 看得开始看得到一些 想得起来一些我妈妈可能曾经说过的一些话 一些细微的话让我可以感受到 其实他很努力在理解我 他真的尽力了 所以当可以自己帮自己 用自己的内在的力量 回到那一个安全圆满的状态 用一些我刚刚可能提到的小技巧 不管是用一些媒介啊等等的 不再有那一个匮乏感的时候 再回去看 那那个主观的认定 他们没有想了解我 那个主观的认定 他就会 我现在最精准的描述是一种 就开了的感觉 结果就化解了的感觉 而可以看到一些事实 小小的事实 比如说我刚刚讲的 我开始看到 其实我妈妈她在某一些场合 曾经问过我一两句话 那一两句话让我知道 她其实在尽力 已经尽力在想要理解我了 这些细微的小evident 细微的小证据 在匮乏里的时候是看不到的 在匮乏里面的时候 在一个 他们不了解我 我好气哦 的状态下 的时候只找了 只看得到自己 想看的证据嘛 就是全部都是 啊她不想理解我 啊她不理解我 只看到这些 会有一种 带着一个滤镜的感觉 但当我转化了 我自己的状态跟Being的时候 那个滤镜是被拆掉了吗 或者是换成一个 一个更透明的 看 看得更清楚 看得到更多 全貌的滤镜 看得到对有时候 她的确是表现出 不理解也不想理解的样子 但是有时候 她其实也表现出 她其实很想理解我的样子 那个状态跟Being的转换 帮助我看得到的东西 变广了变宽了 变高了 放下那个期待 我刚讲的 放下那个 需要我的家人 完整 了解我的那个期待 对我来说 我觉得她的本质 是一个爱的给予 而那个爱的给予是什么 就是 我送给她 她做自己的自由 那同时之间 我也送给了我自己 做自己的自由 相信你会听到这里 可能是对 使命探索的这个主题 有一定程度的兴趣 邀请你回到 这集节目的资讯栏 找到Natasha 为你准备的 免费PDF讲义 在这份档案中 会由Natasha分享 自己发现 使命的历程与故事 她统整出三个 深刻体悟 以及一个日常练习 并且会搭配一个录音档案 引导你跟着实作 帮助你发现 自己的使命 邀请你在节目的资讯栏中 找到讲义的 临取连结 这句话好美哦 我相信一定触动了 很多的人 不过我觉得 会不会 也有蛮多听众 可能会觉得说 匮乏跟需求 是有差别的吗 就是我 如果的确 是有这些渴望呢 因为她就是我 重要的人 我可能 想听到的 就是她那一句 那句重要的话 我也想要 祝福她 送给她 做自己的自由 可是 我觉得说到这边 可能就会 有一点点难过 就是如果送给她 做自己的自由 但是她就真的 没那么爱你 开始疏远了 你心里面的那个需求 又要怎么样去被 被疗愈 或者是被安抚呢 嗯嗯 完全可以明白 完全可以明白 她是重要的人 就是希望重要的人 可以给你 你想要的爱啊 这个需求 不过分吧 但说真的 我自己的体悟是 最最终而言 那些需求 是必须要 由自己的内在 给予自己 而那其实就真的是 一个所谓 内在恒定的力量的来源 那些需求 一定会存在 但如果 那些需求的满足 是仰赖于 自己之外的 某些人 某些事的话 那其实本质上 就是等于把那个力量 交到自己的外面 那其实也没有不对 一切都是中性的 只是如果这样子会 会有什么后果呢 就可能会永远在一个 讨爱 或是仰赖他人 的一个状态之下 真正的 在内杂根的 安定平安 就会很难发生 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讲的 那个 那个scenario 完全合情合理 但是我自己的体悟 真的是 从终极而言 只有自己 可以满足自己的 那些内在需求 而它是有一些方法 可以慢慢培养的 其实我自己 也尝试过一些 我也曾经有一些 贵人的提点 教导过我一些 就是写一个叫做 所谓感谢日记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概念 其实很普遍 可能很多人试过 但是自律的 每天都写 并不容易 但它真的 它真的是有效果的 每一天抽出 大概十到十五分钟 感谢自己 感谢他人 然后如果你愿意的话 感谢宇宙 这是三件事情 感谢 但并不是光写 写只是 这个日记只是一个媒介 让你可以进入到 那一个感谢的 圆满的 看到自己已经有什么了 的状态 那才是重点 所以写了之后 进入那个状态 让自己可以在那边 在这个状态里停留个 至少五分钟吧 如果有办法 停留个十到十五分钟 那这个状态 这个感受 变成你的一部分 当你需要它的时候 就很容易 access 好像是一个心 要慢慢长出的 一个脑袋回路 这一个感受 就是我们一直在聊 这个状态 觉得自己被攻击 或需要被认可 需要被理解的时候 回到这个状态 真的是一切的根本 第二个 我自己也尝试过的东西 是我一直提到 那个贵人 当初教我的 这个东西 在我最惨的时候 我觉得它救了我 当我最觉得 我自己是个废物的时候 我怎么会这样觉得 但的确 我有一阵 觉得我自己是废物的时候 我的贵人 把它称之为 神性日记 它这有一点 灵性的成分 所以并不一定 适合每一个人 但如果你对灵性 接受度高的话 我觉得这还蛮值得尝试 神性日记 在写的时候 那个第一人称 不是我自己 而是想象 宇宙 或是我的高我 以一个神的角度 在对我说话 想象如果 我的高我 会看我今天 所做的一切 经历的一切 他会想跟我说什么 当我可以进入 这个状态 可以想象到这个 我以我高我的视角 在写的时候 我发现 我自己写出来的 都是看到 我一些美好的本质 哦 你今天这件事情 你好努力了 你真的好努力了 我看见你的努力了 或者是你今天 跟那一个人的相处 对你生气了 没错 但我也看到 你很努力的 想要解决那个问题 就以神性的 那个高我的角度 去练习写这样的日记 大概两个礼拜 也是会有一个 会会长出一个 刚刚讲的那个感受 的那个状态 就是当自己需要的时候 随时可以连接的 他可能会像 如果你刚刚讲那个 我可能 我的写法会是 哦 我看到你今天早上 虽然很疲惫 但是你还是选择 展开了你的瑜伽垫 踏上去 我看到你真的 想要好好的 照顾自己 滋养自己 这个美好的意图 我觉得你真的好帮 那是第二人称的 对着你说话 对 他直接让我 进入了一个状态 还是我看到自己的 已经做得很好 或是已经有的一些 美好意图 那些已经很棒的 进入这个状态 我本来就已经很棒了 这个状态 如果这个状态的连接 可以很顺的的话 其实在面对到 很多日常的trigger 还是被trigger 还是会 但是就会比较容易回来 嗯 那我也来分享我的 我发现我是一个 还蛮喜欢泡澡的人 如果那天过得不好 就是我感觉 我都没有在plan 我没有在计划 这件事情 但就是我会觉得 今天好想泡澡哦 然后我就会泡澡 过去我也有住过 就是没有 没有那个浴缸的公寓 去外面租房子 通常那种时候呢 我就是洗很长的澡 然后洗完澡之后呢 我就会做 一大个流程的清洁 去脚脂 敷脸 护发 就是各种 你想得到的那种 护肤保养的 就是我就会做一系列 所以有的时候 我就是会 直接在厕所 待个两小时 然后那个就是 我自己的疗愈方式 然后对我来说 睡觉也非常有用 就是真的 我那天就是心情不好 那不然就去睡觉吧 那今天就早点睡吧 就算了 就是你追剧 追的也没兴致 滑手机也无聊 那天心情就是不好 所以我很常就是 那就那就去睡了 我也不看书 我也提不起 尽写日记 这种的 可是我很常就是 睡完觉 隔天就好了 我相信每一个人 都可以开发自己的 然后可能对你有效 对我有效的 每一个人都会不大一样 就是比较practical 比较现实层面的是 这些事情 但是我近期 其实有一个 比较神性的练习 我前一阵子 会一直卡在一个 有点轮回的状态里面 就是我会莫名的感到 心情浮躁不好 然后这里面也掺杂着 一些无聊 一些厌倦 然后我觉得我的脑子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 就是我的脑子 很容易会想要去找答案 跟成因 我想要知道是为什么 我昨天睡不好吗 昨天吃不好吗 昨天做噩梦吗 生理期要来了吗 要感冒了吗 工作没有做完吗 跟谁聊了什么事情吗 就是我脑子里面 会有个list 然后我会这样子 一个一个check 就是是什么原因 我好像就会一直觉得说 只要我找到原因 那我就可以知道 我应该要怎么做 就算我知道 我生理期要来了 我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至少我知道了 那我心情就会好一点 的那种感觉 可是这一段时间里面 发现很多时候 我是找不到答案的 然后过去有一段时间 我就是越找不到答案 我会越钻牛角尖 对我觉得就是钻牛角尖 很 然后明明其实一开始 没有这么心服气躁 越来越早 越来越早 后来呢 我就开始尽量的去放下这种 一定要找到答案的 那个执着 然后我在冥想的时候 开始做了一个新的练习 那这个也很灵性 大家可以听听就好 就是我就会开始去想说 现在这个时空的我 宇宙是这么无限的 可能在其他的多元宇宙中 也有各式各样的走音 然后我会做两个练习 第一个呢是我会去 有点像是ask for help 就是我会想象可能 有其他时空的Zoe 此刻过得很好 就是正在他们的人生的 制高点上面发光发热 然后我会有点像是去问说 能不能够给我一些指点 能不能够给我一些能量呢 既然你的能量那么好 然后我现在在一个低点 又或者是第二个面向是 我会去想说会不会是有某一个多元宇宙中的Zoe 现在过得不好 她需要我的协助 所以我可能就是坐在那边 我可能会想象我送给她一些祝福 送给她一些能量 送爱 送给她 然后通常这样子完了之后 我就会非常非常明显的觉得 我好很多 但到了结束呢 我可能都还是没有答案 我就是还是不知道自己 那天为什么心情不好 可是我也是从这个练习中正见的发现 或许我不用指导吧 有一些方法能让自己变得 就算没有百分之百很好 好像也有力气 对我觉得那一个很具体的说法就是有力气 有力气去就是下午还要工作 有力气去做什么事情 就是有时候在烦躁的时候 会觉得真的是无力 那有点像是刚才Natasha讲到的那种内在的力量 就是到底怎么生啊 到底我要从哪里内在怎么生出那些力量 好像就是可以靠我们提到的这种方式 把它把它变出来 嗯嗯 有错 我觉得你讲的真的很好 而且它是很非直觉的 可能直觉来讲 你会本来以为 哦我要找到那一个 让我浮躁的成因 解决了它 我才会变好 但殊不知其实 有一个不同的途径 就是你本来就可以 先回到一个很有能量的地方 不管是透过连接到你的高我 或者是送爱送感谢给自己 给别人 你可以本来就有资源力量 回到一个好的地方 然后从那个好的地方 再回头看那些本来的问题 它就会变了 可能本来的问题 发现它其实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 或者是 就突然看到一些本来没有想到的灵感 是 而且好像聊到这边 也有发现 就是就算有没有找到自己的purpose 有没有找到就适合自己的活法 之类的 生活中你day to day 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可能还是会让你有点不爽 那天过得不好 就是好像也真的不是说 得到了或者是看见了你的purpose之后 你的生活就不会再有这些 还是会有 所以重点就是 哪些方法可以从内在换得力量 那这个力量呢 它就跟你是否有purpose 或是否没有 无关 就算有 就算没有 好像都会经历 只是有的话 你可能更快速 可以感受到什么样的事情 trigger你 然后你可以更快速的疗愈 或者是帮助自己 现在此刻 从内在去获得力量 那今天的结尾呢 其实我们开始聊到一些 比较灵性的东西 那也跟我们下一集的主题 蛮契合的 我们下一集呢 就是要开始来聊聊 跟宇宙partner 究竟是一件什么样的概念 执行起来 会长什么样子 所以呢 我们就下集再见 非常感谢你收听 左边茶水间 2023冬季特别企划 不知道这一集的节目 是否有带给你一些激动 触动到你的灵魂呢 如果有的话 很希望你能到Apple Podcast 为这个节目留下五星评价 邀请你将此集 分享给此刻 在你脑中浮现的那个人 也期待能看到你在Apple 留下评论 分享你对这一集节目的观点 感受 甚至也可以跟我们说说 你的故事 你不孤单 你在经历的这些 看似没人懂 没人能聊 好像都是庸人自扰的 我们都能共感 因为我们都经历过 如果你想要展开 更深层的对话 也邀请你与我的生命教练 Natasha 预约谈话 体验Life Coaching的魅力 感受一下 她是如何改变了 我的世界观 与价值观 更多Natasha的资讯 与预约连结 一样能在本集节目的资讯栏中找到 假设你有任何的问题与想法 也欢迎你回到我的网站 或者是我的Instagram上面 与我分享 谢谢你的时间 希望我们的节目 能够帮助你成长 不只找到你的理想生活 也带你进入你的理想状态 我们下次见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